音量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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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同學好 歡迎收看模科十幾本電學 我是陳振旭老師 好那在這次的單元裡面 老師要為各位同學介紹 十字七的部分 總平均功率PT 總需功率QT 總是在功率ST跟 功率因素PF要怎麼求出來 那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內容大綱 在Part A的部分呢 我會介紹PT QT跟ST 還有PF的求解步驟 在Part B的部分呢 我們會介紹範例 PT QT ST跟PF的提型 好那第三個部分呢 一樣是介紹PT QT PT ST跟PF的提型 好那在Part D的部分 一樣是範例 PT QT ST跟PF 只是這個時候是方塊圖的提型 好那我們直接進入到這次課程的內容 PT QT ST跟PF的求解步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從我們十之一到現在 介紹過的相關的功率 四載功率 平均功率 虛功率跟功率因素 的計算方法都是 呈現這個樣子 也就是如果我們知道 圖一的電壓V跟電流I的話 我們四載功率的大小是V乘上I 那我們的平均功率的大小 就是用四載功率乘上cos cos 系達的系達就是功率因素角 也就是V跟I的夾夾 那第三個部分呢 我們的Q呢 虛功率的部分 就是四載功率乘上sin 系達 那最後一個部分呢 我們的功率因素就是cos 系達 我們之前的計算的模式 大部分都是這個樣子 好那計算的時候呢 老師剛剛有講過了 我們必須要先把V的相量式 跟I的相量式找到 好那如果負載是很單純的話呢 這兩個電壓還有電流呢 是很容易找到的 如果負載是複雜型的網路呢 要計算就非常的困難 好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的圖二 叫做簡單型的網路 好如果我們題目看到 是一個很單純的電阻 串連一個電桿的電路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只要把圖二的Z1找出來 我們很容易的 可以把V跟I把它求出來 可是呢 如果你的題目是圖三 是一個R1 並連一個R2 串連一個JXL 那並連一個R3 串連一個-JXC 那各位同學呢 你光處理圖三 綠色框框框起來 負載的部分 也就是Z2的部分呢 計算就非常繁瑣了 好那你把它算完以後呢 再算V跟I的值 把它求出來呢 計算的時間就非常長 好那這樣算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呢 我們要介紹說 針對圖三 如果你的題目很複雜的情況下呢 我們要怎麼算 上面的平均功率 虛功率 還有施載功率呢 好那我們就以圖三 這個複雜型的網路 來說明一下 如果各位同學看到的題目是 電路的負載的情況是很複雜的呢 我們要怎麼計算 PT QT ST 跟PF 也就是R1 R2 R3上面的平均功率 加起來的PT 還有XL 跟XC 的QT 還有整個電路的ST 還有整個電路的PF 是多少 好那老師為各位同學來設計了一些求解的步驟 首先呢 我們要先求出各直路電流的有效值 第二個步驟是求出各直路的P跟Q 第三個步驟是PT為各直路P的代數核 第四個步驟是QT為各直路QL跟QC之間的X 第五個部分 ST會等於PT的平方加QT的平方加開根號 好第六個部分 PF會等於ST分之PT 好那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什麼叫做求出各直路電流有效值 好各位同學如果題目是圖3這樣的複雜型網路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會希望你把各直路的電流找到 也就是I1 I2跟I3 好那I1要計算非常簡單 因為它是一個並聯電路 所以我們只要把電壓除以電阻 除以電阻就可以了 也就是I1等於V除以Z1 好那I2的部分呢 會等於V除以Z2 這個時候的Z2就是R2跟ZXL的組合 那I3的部分也很簡單 就是V除以Z3 也就是V除以R3跟-ZXC的組合 那我們把電流算出來以後呢 要算功率就非常簡單 好那我們來算看看 先算各直路的P要怎麼算 好那各直路的P呢 各位同學可以看到 這個電路上面有三個電阻 分別是R1 R2跟R3 那為了說明方便起見呢 我們把R1上面的平均功率用P1 R2上面用P2 R3上面用P3來說明 好那P1的部分呢很簡單 因為電阻上面的電流也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們用I1平方乘上R1 可以知道P1的大小是多少 那同樣的道理喔 R2上面的平均功率要怎麼計算呢 也就是I2的平方乘上R2 好那第三個部分呢 P3呢 P3的話就用I3的平方乘上R3 好這樣子就可以把各直路的P找到了 那Q的部分呢 Q的部分呢 各位同學可以看到 電路上的 只有一個部分有電桿 一個部分有電龍 分別是XL跟XC 那我們上面的虛功率標的是QL跟QC 那其中QL的部分就是I2流過XL造成的虛功率 也就是I2平方乘上XL 那QC的部分就是I3的平方乘上XL 好那各位同學我們已經把每個 支路上面的平均功率跟虛功率算出來了 我們把它加總起來就可以得到PT跟QT 所以第三個步驟 PT為各直路P的代數核 好那各位同學我們剛剛也算出P1 P2跟P3了 所以PT計算非常簡單 只要把P1加P2加P3把它算加起來就可以了 那第四個部分呢 QT為各直路QL跟QC之間的X 好那為什麼是之間的X呢 各位同學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QL跟QC的虛功率是差180度的 所以他們兩個要加總的時候呢 必須要做相減的動作 那我們有算出QL跟QC 好那QT的部分呢 T就是總數的意思 QT的話會等於絕對值QL-QC 就是他們兩個之間一定會有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把它撿起來呢 我們再把它取絕對值就可以了 好那你在計算的時候要注意喔 如果你的電感上面的QL大於電容上面的QC的話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電路叫成是電感性的 那如果你是QC大於QL的話呢 我們把它叫做是電容性的 好那PT跟QT找到以後呢 我們的ST就很簡單了 就是PT的平方加QT的平方 再把它開根號 好那我們來看看喔 PT的話是P1加P2加P3 QT的話是絕對值QL-QC 好所以ST的部分為什麼是開根號 PT的平方加QT的平方呢 我們可以用圖4電感性負載功率三角形 來為各位同學來說明喔 他們也是一個B4定理的向量關係 好那如果你是電容性的話 一樣的道理喔 只是它的QT是-90度的 也是我們圖5的部分 如果是電容性負載的功率三角形 也是可以解釋上面這個公式 好那最後一個部分喔 功率因素的話 就是等於總是在功率分之總平均功率 好所以PT、QT跟ST呢 都計算出來了 也就是左邊 藍色框框閃爍的部分 好那PF的話呢 我們就取的是cosc 好如果你是電感性功率三角形的話 你的cosc算出來是滯後功率因素 好那如果你是電容性負載的功率三角形呢 你算出來的功率因素是超前功率因素 也就是ST跟PT之間的夾角區cosc 好那為了慎重起見呢 我們把求解步驟再念一次喔 來為各位同學做個課程的結尾 好求解步驟一喔 是求出各支路的電流有效值 步驟二叫做求出各支路的P跟Q 步驟三是PT為各支路P的代數核 步驟四是QT為各支路QL跟QC之間的X 步驟五ST會等於開根號PT平方加QT的平方 步驟六的話PF會等於ST分之PT 好那各位同學只要依照這六個步驟呢 就可以把複雜型網路的功率的相關的 題目要你算的把它求出來 也就是PT、QT、ST跟PF 好那這次的課程就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